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10号 这里是News98 98新闻台 今天的节目 每天下午3点的投资理财王 我是齐真问候大家 好 太古今天是上涨了43点 只是说在16353 成交量的部分放大来到了2540亿 如何观察操作呢 赶快来邀请专家 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严义民老师 老师好 News98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我是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严民严老师 那从今天开始的话 就是三天的一个连续假期 严老师先祝大家这个中秋节愉快 每一个人烤肉都烤得香喷喷的 还有你也叫出节快乐 那进入到10月份 每一个人都能够大赚 那今天的一个加选指数啊 当然你去看这个加选指数是上涨了43点 那这个地方其实啊 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底部啊 整理的一个形态 那整理的形态的话 我之前有跟大家强调过 一定要看到融资稍微要减少 如果说融资没有减少的话 这个盘势啊 可能就是未来的话 就是走向横盘整理啊 但是这个地方啊 还是有所谓的多方跟空方的一些股票 那当然投资者手中可能持股最多的 可能就是AI概念股 对不对 那AI概念股其实严老师昨天啊 有点名这个2382的广达 我相信有听到广播节目的 应该都很清楚啊 因为广达是所谓的AI概念股里面 算是最强的啊 那今天他的董事长出来喊话 果然啊 这个广达今天股价表现不错 那上涨的是他啊 他也正式的占上所谓的月线 那占上月线的话 其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说他的股价是属于跌升反弹 今天是属于一个补量上口 而且今天的广达 有出现一个往上的一个跳空缺口 好那如果说你买的位置比较低 好占上低线你自然而然就赚钱了 但是这个价差其实不大啦 这个价差最低的话 大概是220块钱 到今天花239块钱 这个价差大概只有落在20块钱附近 好那这个地方其实 其实区间不大啦 那投资人要赚到钱 真的困难度比较大 那散热族群3017的齐鸿 今天是最强的 那种从长一开盘到收盘 上涨了接近6%以上 那这个股票其实价差就比较大 可能是270块钱的一个低点 到今天的一个340块钱 这个地方其实价差有超过70块 以高价股为言的话 这70块钱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齐鸿它比广达强的原因 我必须要在那边告诉大家 MACD的话 以水的齐鸿 它的注装体的话是比较长比较漂亮 那广达的话是目前为止 MACD是第一根 不是很明显 但是已经出现了 第三张股票的话 我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那它大概就是PCB加AI族群里面的金像电 今天的话 它正式的在大概很久以前 在9月25号 它已经站上所谓的季线了 而且它是属于一个突破的 那以这三张股票为言的话 但金像电会赚最多 第二名的话可能是齐鸿 第三名的话可能就是广达 那其他的AI概念股的话 其实它就比较弱势了 包含我们看到的伪创 今天其实它就不是很强了 那台积电的话 目前为止底部的话 它是有支撑 也就是说你的AI概念股里面 台积电它是有支撑的 那伪创的话 它涨幅比较小 包含技嘉在内 这个逢反弹必须要卖 最有机会赚到钱的 应该就是广达跟齐鸿 我这样子把你手中AI概念股 强弱势跟所谓的底部有支撑的 就在节目里一次的告诉你的话 我认为你对于AI概念股的话 未来应该有更好的一个认识的 AI的一个前景的话 在于第四季 第四季你要去观察的 一个AI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消息 就是说它的所在目前为止 支付器的部分 包含它的产品 有没有看到谁的出货 如果说有看到订单 那货也出去了 那可能在11月份 11月份12月份 这三个月里面 哪一个月份可能入账金额变大的同时 那这个AI概念股未来 发动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就会比较大 这个你要看基本面的话 就要看到有没有实际的一个订单 有没有看到一个实际入账的 我认为这样子的话 比较配合投资人的一个所谓的需要 那不是说用题材面去炒作 那题材面去炒作 我相信之前 大家可能去买到这个技嘉的 买到这个伪创的 甚至买到围影的 我相信受伤都比较大 但是对于AI的一个操作 你也不用说操作过急 那我认为现在AI概念股的话 渐渐的开始跌高了 但是攻击的讯号还是没有看到 还是没有看到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严老师还在呼吁一下 那当然中秋节 那我们今天 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大的一个礼物 那第一个礼物 那严老师送出去了 今天我们要送一份 10月份超级标股的一份资料 那我们等一下在 这个广告时间 也会开放这个黄金60秒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中秋好礼 那这档股票的话 它是单股所担的 那我认为它不止翻一倍 它可能会翻两倍 也就是翻一倍的股票 可能今年应该会常常看到 但是翻两倍的股票 可以帮助投资人反败为胜 甚至可以帮助投资人赚大钱 其实这档股票的话 也就是我们10月份 最超级最超级的一档标股 我希望在今天中秋佳节的时候 大家烤的肉吃的月饼 也能够拿到严老师 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我先声明一下 这档股票是我们的亚香宝 那你不管是大户也好 还是包含中石户 还是包含所谓的大咖 其实对于我们手中这档股票 它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我讲了两个非常 你要注意到 那这档股票 其实我个人认为的话 这个拉回的机会应该不是很大 强势股的话 它不会拉回 它可能只是短线上面的稍微震荡一下 那这档股票其实有个好处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它融资与额目前为止只有3000多张 它是属于一个低档区的 第二个它筹码也非常干净 最重要的它是小股本的 股本只有12亿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 投资本你要把握反败为胜 你要创造这个大赚的一个契机的话 这档股票其实就是大家 最好的一个机会 那资本资金比较大的 可以买多一点 资金比较小的 你也不要去放弃你的权益 我讲句比较直白一点的话 如果说你要发财 一定要买这种倍数再翻倍的股票 但是麻烦大家 一定要破断着走 不要说这个股价创新高就买掉了 也不要说这个股价可能一根涨停满 你认为涨太多就卖掉了 这档股票我们会一直操作 应该会操作到今年12月 我们第四季三个月的操作的话 这档股票列入到我们的核心持股 所以说借由这档股票的送给你们 我认为的话 投资人对外股票操作上面 应该会比较有信心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份资料 那第二个喜讯的话 就是等一下我们其中会帮大家宣布 就不用由严老师跟他宣布了 那第三个有个小小的确信 严老师的女儿今天生了一个小孙女 一个女孩子 所以说我今天心情也不错了 也不是说严老师今天做了爷爷 其实的话我在那边是鼓励生育 年轻爷爷 年轻爷爷鼓励生育 因为现在年轻人一般都不生小孩子 还是说家里面小孩子比较少 像严老师小时候对不对 我上面有个姐姐 下面有个弟弟 我们就是小孩子123 三个人 那个饭吃起来都很有气氛 因为人多你知道吗 人多 我家比你更多 那你们家吃饭的时候应该更有味道 对 小孩子都会抢嘛对不对 真实 热闹 早上可能对不对 哥哥也带着弟弟妹妹去上学 还是说弟弟妹妹被欺负了 哥哥就出来啊 会 真张正义啦对不对 反正小时候就是 对不对 隔壁家也是一样啊 都两三个啊 对不对 哇小孩子又凑在一起玩嘛 对不对 现在都少子化 对呀 年轻人说小孩子生不起 其实生是一定生得起的 养的话就是 可能困难度比较少一点 长辈帮忙一下 但是我们现在台湾 这个各种生育的一些补助 包含这个劳保啦 健保啦 甚至先生的话都还有 这个赔产假一个月 这个也不错啦 那这个政策上面就是鼓励大家 要多多的生育啦 那当然今天借由这个广播的一个机会 跟大家稍微宣导一下 恭喜 姊老师的女儿生了一个孙女 老师也非常高兴 今天可能你打电话进来 是 可能有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奇啦 我们骑证的话也会告诉你 好 AI甘金股的话转强了 代表这个大盘 目前为止的话可能就是说 从马面可能还在震荡一架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选股的话 选股的一个个股表现的话 它会大于这个大盘的一个表现啦 好那你的首要之选的话 当然你一定要挑那个强势股 我今天先声明一下 我们手中4961的天狱 那今天创波段新高 那我们手中有特别会员有 手中有两笔单 目前为止的话都是 持股取暴没有问题 三四五零的联军 那今天的股价 也近期也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那这个这张股价是我们三级会员有的 那我们一样也是做到一个 持股取暴的一个动作 那包含昨天 这个亮灯掌金板的 六一零的金册 今天也是创波段新高 那这张股票我就留意到保密了 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操作天狱 包含这个联军 包含这个金册在内 其实你都会发现有个共通点 股价的一个操作 我们喜欢在底部布局 可是当股价持续创高 甚至天狱跟联军 它股价创新高的同时 这个时候不是叫你卖 这个时候你反而要冷静的去判断 这张股票 是不是好股票 它到底可以涨多少 如果说你手中握的是一打好的股票 那你可能一根停板 或两根停板你卖掉了 我是觉得可惜了 但是我们翻过来说 天狱的股价如果说 我们举个假设 今天的话一个收盘价 是落在大概我们看一下 落在这个277块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投资人真的已经赚很多了 那有没有超过15% 绝对超过了 那我们不卖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可能认为说这个股票未来还有前景性 所以说阵价整理的话 我们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去卖它 那联军的部分的话 今天尾盘是收在59块钱 那前波的一个高点是60.8元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大获全胜的 我相信我的会员都可以帮仪老师作证 因为联军是三级会员所有的 那这个天狱的话是这个所谓的特别会员有的 我相信已经包含了四级会员 都可以帮仪老师作证 那目前为止这两档股票 我们是大获全胜的 那未来我们会布局更多的一些标股 那操作的一个逻辑 当然是说你看到强势股 你看到标股的话 你当然就不要卖 千万千万不要卖 你卖太早的话真的 有时候你买不回来了 那当然今天版面上面强势股的话 还有包含一档股票叫3036的文业 文业的股票在今天创破亂新高 文业是涨什么 它是涨所谓的并购的题材 它是有所谓的业绩成长性 大爆发的一档股票 所以说今天的话差一档涨停满 那涨停满是114.5 那今天最高114 在这个地方 我反而会先反手先卖出去 我认为差一档涨停满 是它故意不拉上去 严老师在股票市场经验非常丰富 在这个地方我会先卖一趟 先做个获利入带的一个动作 这个就是所谓的经验的一个判别 那昨天帮大家提醒的6117的银广 今天再度两轮涨停满 对啊还是很强 其实之前的银广我们有操作过了 那是赚钱的 那银广的股价很奇怪 它在近期以来的话 它当然就是震荡这里或是修正 但是你看昨天开始 它的股价开始稍微补一点量 大概4000多张 它就直接亮灯涨停满了 那今天的话再度的补量上工 成交量来到19000张 这个地方收盘价值38.3 距离前波的一个高点39.7 非常非常接近以外 今天的收盘价也再创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银 这个股票其实未来还会做第二波的一个攻击 你可以拿笔记抄起来 6117的银广 我们未来的话也会跟大家来做出一个验证 那今天有档股票我就不公布了 那如果说你打电话进来的 那我们可以让你知道 好吧 二开头的 七结尾的 两个字的 这档股票就是严老师可能在10月份 未来要操作的股票 你今天可能打电话进来的 我们把你登记结束之后的话 我们这档股票有好的买点 甚至说有快要亮灯掌停板的之前 发动点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你 那老师再重复一次 二开头的 七结尾的 两个字 外号叫刚刚好 外号叫刚刚好 那这档股票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的中秋节嘛 对不对 除了烤肉以外的话 我们来一个猜谜活动好了 好不好 那今天这档股票的话 就是说除了我们10月份的超级标股 这档股票送给你以外 那严老师好礼 再加码 这档股票刚刚好 那两个字 股民是两个字 二开头七结尾了 这档股票也让大家 一起来参与一下 那跟大家来个中秋节 联欢晚会 我认为这样子对大家 比较会有帮助 那当然IC设计的话 你还是要注意到 3661的四星KY 另外跟拉回修正的1966的普类 其实普类的部分之前 我在节目里面讲过了 那创新高你可以先买一趟 这个地方其实它还需要一段时间整理 那问股票 问的最多的还有一档股票 是3715的定盈 那这样股票是热门股对不对 对 热门股的话 持续创高 对 关键点的话是9月20号 因为9月20号这一天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带量下跌 开高以后 那个量的部分非常大 卖压的部分非常大 那一般的人会认为说 恨阪整理在这个地方就应该结束了 因为当天是报了接近10万张的量 那股本只有27亿 10万张的量算是大 但是没有想到事情 隔天量缩 那在9月20号就出现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也没有什么补什么量 它就开始这个开低走高 那经过这个隔天 9月25号一直到今天 这个行情真的是 真的是匪夷所思 这个股价创新低 不休息 应该是61块钱 一转眼之间 今天已经到80块了 那投赠心里面又在想说 老师啊 这个是不是叫追高 我跟你讲 这个绝对不是追高 因为你认真的去看 这个MACD注状体 目前为止才第二根 也就是说你在这一根K棒 也没有被洗出去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 你绝对就是一个大赢家 那我们二开头七结尾的 刚刚好的这档股票 在未来我认为会比 我认为会比这个电影投空要更强 要更标 我认为这个电影投空 这个股价30块 起到85块 大概涨了大概两 还不到三倍嘛 对不对 三倍的话成为标股 我认为未来还有空间 但是我现在找到一档 二开头七结尾的 那刚刚好 这个两个字的 目前为止股价还在第一档区 但是我看过它的业绩财报 非常非常的不错 所以说 我们在第四季的一个操作 第四季的操作 这10月11月12月 这三个月里面操作 这档股票就是我们 一定要去做的这档股票 那我今天的话都事先讲 不会跟你用社会码号砲的 所以说这档股票你要参与的话 你等一下在黄金60秒 你也可以打地方进来 也可以打地方进来问一下 那未来的通知的话 我们会请助理 一对一 一对一 直接的通知 发送点我们再通知 我们也怕说 这个股票 未来会泄露出去 那当然今天 这个袁老师心情也非常好 三喜你们 那中间节快招了 那袁老师 这个对不对 还要回家考虑一下 顺便看看这个小孙女 一定要 那我也把这份十月份 超级标股的这份资料 及机密黄金60秒的压箱宝 我也在今天我们news酒吧的一个平台里面 那 欢迎送给全国的一个投资人 另外老师还加码 二开头七结尾的 刚刚好的这样股 那 这个所谓的女儿生 孙女 不管是男的 不管是女的 那袁老师都认为很好 因为我们家已经世代通常了 已经世代通常了 我先说 我没有那个什么 儿子啊 女儿这种区别 没有 我也不会重男轻女 很棒 虽然说我妈妈会重男轻女 现在有的是重女轻男 但是我的话不会 我是一视同仁 只要是自己的小孩 只要是自己的孙女 我们都是一视同仁 今天心情大好 也适逢明天 这个中秋佳节 颜老师今天 我说真的 头骨以来最大最大最大的诚意 今天 你来拿 资料 你来 对 颜老师非常欢迎你 外来的操作 就直接跟上颜老师的一个脚步 颜老师先祝大家 纠结愉快 未来股票 每支都是涨停板 今天交给我们的起真 好的 真的很开心 也恭喜 刚好在这个廉价之前 那么老师呢 这个喜货 这个孙女 恭喜恭喜 这个四代同堂了 所以呢 老师今天呢 有好多个礼物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 稍后的黄金60秒 打电话进来 这个10月超级标股 要提供给大家 那么另外呢 还有就是二开头 七结尾的股票 刚刚好 这单股票 是老师加码的 超级大活动 都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了 稍后听众朋友 请动作要快咯 听众朋友 想要知道更详尽的部分 也都可以来电 再进一步的咨询 实验关系 就感谢我们论院投顾 熟悉分医师 岩一鸣老师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好朋友 岩老师 今天的礼物 真的很多 务必要索取咯 好 欢迎听众朋友呢 现在就可以来电 黄金60秒 好 这档10月的超级标股 这个鸭香宝 老师说是大户 中十户最爱 这是中秋好礼 送给大家 一定要发财 极有可能会倍数 再翻倍的 欢迎来电了 0223219933 另外加码的 二开头 七结尾的 刚刚好的股票 也记得要同步的索取 都可以来电 0223219933 当然认同老师的操作 老师呢 也提供给大家 这个中秋佳节 还有呢 庆祝孙女 这个诞辰 好 今天呢 这个超级好礼大方送 那么今天呢 加入老师的家族朋友 全面五折 而且呢 全部VIP 买一送三 只收一个月的费用 先赚再说 欢迎直接来电了 0223219933 或加入Lite ID 小老鼠 小写A 518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